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看相关的考题 好接下来我们先看2012年的简单题是一个纯套公式题目 就是传统变量抽样用均值法差额法比率法来推断总体错报 我们就套用一下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好A柱的会计是负责审计甲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表 在针对存货实施细节测试时 A柱块决定采用传统变量方法实施统计抽样 那么甲公司2011年12月31日存货账面余额合计是为1.5个亿 好A柱块确定的总体规模呢是3000 然后样本规模是200 那样本的账面余额 样本账面余额是1200万 样本审定金额是800万 要求就是带A柱块确实分别采用均值法 差额法还有比率法三种方法来计算 推断的总体错报金额 好来 均值法 均值法的关键点是什么 样本的平均审定作为总体的平均审定 那么样本的平均审定就用样本的审定800万 注意样本规模 那么算出来啊 样本的平均审定就是4万 再用样本的平均审定去乘以总体规模3000 4万乘以3000啊 那就是啊 算出来是1.2个亿 再用1.2个亿来减去啊 因为这个是总体审定嘛 减去总体上面1.5个亿 那么负的3000万就是推断的总体错报 这就是均值法 好然后差额法 差额法的关键点是样本的平均错报作为总体的平均错报 那所以就先来计算 样本的平均错报 那么样本的平均错报 就是用样本的审定减样本账面 800万啊 这个审定 那减去 账面 1200万 然后除以样本规模200 那么得出来 负2万 负2万 就是样本的平均错报 然后再用样本的平均错报 负2万啊 再乘以3000啊 算出来 就是负的6000万 那么这个就是用差额法算出的推断的总体错报 好 接下来比率法 那么比率法就是用样本审定比 样本账面等于总体审定比总体账面 所以我们先算这个比率啊 比率就等于样本审定比样本账面 那么样本审定是800万 比上样本账面 1200万 所以这个比率是三分之后 然后再用这个比率去乘以啊 总体的这个账面去乘以1.5个亿 那么得出 总体的整定啊 是一个亿 然后再用啊 一个亿啊 去减去1.5个亿啊 那就是啊 负的这个5000 哇 好 这就是2012年 是你创方法的检查题 你说这样的题目 你说你三种方法 你不去理解 如果说遇到了 你不是极度极度难过吗 就这样六分就没有啊 你说你这个综合体啊 你拼死拼火 填多少个格子 你才能拿到六分啊 但这个六分就是纯套公式啊 所以我一直都不建议大家 完全去放弃神机创方法 因为水晶创方法 它可以考得非常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2011年的考题 那么这道题目呢 考察的是 审计抽样 在细节测试中的运用 而且考察的是 传统变量抽样啊 好 看到这道题 A注的会计师负责审计 甲公司2010年度的 采用报表 在针对销售费用的 发声认定实施细节测试时 A注的会计师啊 决定采用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实施统计抽样 用的是传统变量抽样 而且是细节测试对吧 好 相关事项如下 总共是六个事项 两个要求啊 要求一 要求一是 针对上述 一致五项 逐项指出 A注责会计师的做法 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简扬说明理由啊 好 第二个事项 在不考虑上述 一致五项的情况下 针对上述第六项 计算销售费用 错报金额的点估计值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 一到五项 第一项啊 注意 这道题目是采用 传统变量抽样方法啊 好 第一个事项 A注快将 抽样单元 界定为 销售费用 总额中的 每个货币单元 错了吧 这是什么抽样方法 传统变量抽样 对不对 传统变量抽样 你抽样单元 怎么可以是 每个货币单元的 货币单元抽样啊 这个抽样单元啊 才是 每个货币单元的 所以要改这个抽样单元嘛 你看他这个题目啊 是对销售费用的发生认定时期节测试 也就是对销售费用的真实性嘛 实测试程序 那么应该是每一笔销售费用作为抽样单元吧 所以这个错误啊 抽样单元应该为2010年确认的每笔销售费用 哎这个大家注意啊 因为这是离我们比较久远的 2011年的这个考题了 他问你的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好所以啊不恰当 抽样单元呢 应该为2010年度确认的每一笔销售费用 好第二个事项 A柱的会计是将总体啊分成两层 使每层的均值大致相等 哎为什么要进行分层呢 分层是为了降低变异性嘛 把大的一组小的一组 那怎么可能均值相等呢 那你大的这个均值肯定是要比小的那组的均值要大 所以啊分层是为了降低变异性啊 减少变异性而不是为了均值相等 所以不恰当分层的意义在于减少总体的变异性 而不在于啊使各层之间的均值相同 好下面第三个事项 A柱的会计是啊 在确定样本规模时 不考虑销售费用账户的可容认错报 那么这个考察的是啊 定性的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 影响样本规模的因素啊 有没有可容认错报啊 有的 正相关反相关吗 反相关嘛 我可容认错报越大 样本规模应该越小啊 所以不恰当啊 细节测试中采用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确定样本规模时是需要考虑啊 可容忍错报的影响 好第四个事项 A柱快采用系统选样的方式 选取项目进行检查 这个可以吧 传统变量抽样吗 统计抽样吗 可以用啊 系统选样 所以是恰当 那么恰当啊 就不用写理由了 好第五个事项 在对选中的一个样本进行检查时 A注册会议是发现所付的发票丢失了 于是另选一个样本项目代替啊 发票丢失 这个不属于无效未使用的 对吧 这个是无法对这个样本实施程序 那先实施替代 如果替代实施不了 那么是应该从年将其视为错报吧 所以不能换样本代替啊 所以第五事项是不恰当的 不应该选一个项目代替 应当查明原因或实施替代 或者直接将其视为错报 好 那么要求二 是在不考虑一至五项的情况下 针对第六项 针对第六项 计算销售费用 错报金额的点估计值 好 第六个事项 甲公司2010年度 销售费用 账面金额啊 合计视为七千五百万 那么A柱块决定采用 传统变量抽样当中的 差额法 差额法就是 样本的平均作报啊 作为总体的平均作报 然后确定总体规模呢 是四千 样本规模呢 是两百啊 然后样本的 账面金额啊 合计啊 视为四百万 然后样本审定的金额呢 视为三百六十万 好 那你算吧 用差额法 那我们先算 样本的平均错报 样本平均错报 就是用 样本的审定三百六十万 减去样本的账面啊 四百万 然后除以样本规模两百 然后再用这个金额去乘以啊 总体规模四千 对吧 所以用啊 三百六十万 减去四百万 除以两百啊 乘以啊 四千啊 算出来 负八百万 就是推断的总体错报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零九年原制度这道题目 那么这道题目呢 它考察的是 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中的运用 A注的会计师负责审计啊 贾公司二零某八年度 曹报表 在了解啊 贾公司内部控制后 A注块决定采用 审计抽样的方法 对你信赖的内部控制进行测试 部分 做法 摘落 如下 总共是五个事项 要求是针对上述第一制五项 逐项指出A注块的做法是否恰到 如不恰到啊 简要说明理由 好 那么这道题目啊 是神经抽样 用于控测试啊 神经抽样方法 对你信赖的内控进行测试 好 第一个事项 为了测试啊 二零某八年度 信用审核的控制啊 二零某八年度 信用审核的控制 是否有效运行 将二零某八年 一月一日至 十一月三十日期间 所有销售单 界定为测试总体 好 这个考察的是啊 总体的完整性 应该是整个你信赖期间 对吧 所以应该是从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三十一号啊 你怎么能到十一月三十号呢 所以不恰当啊 测试总体应当包括全年的销售 否则这个总体是不完整 好 第二个事项 为了测试 二零某八年度 采购付款凭证啊 审批控制 是否有效运行 将 采购凭证 缺乏审批人员 签字 或者呢 虽有签字 但是没有按照制度 审批 界定为控制偏差 你看 这个控制要有效运行 相关审批人员 既要根据制度 进行审批 审批没问题 再签字 对吧 是一个end连接的这个内控 好 那么偏差就是改成扩嘛 要么它没有签字 或者 它是闭着眼睛签的 虽然签字 但是没有按照制度审批 这都是控制偏差 所以这个是掐到 考察的是定义控制偏差 好 第三个事项 在使用随机竖表 选取样本项目时 由于所选中的 一张凭证已经丢失 凭证丢失 无法测证 那就直接用随机数表 另选一张凭证去代替 那么丢失 这个不属于未使用 不适用的 这个样本 对不对 所以不能随意的去换样本 那应该怎么做 查明原因时期代 否则你就重演 视为控制偏差 所以不恰当 应当去查明 应当查明丢失原因 那么除非啊 除非有足够证据证明 已经恰当的执行控制 那否则就应当 视为啊 控制偏差 好 接下来第四个事项 在对存货 验收控制进行测试时 确定这个样本规模啊 为60 那么测试后啊 发现三例偏差 在此情况下 推断二零某八年度 该控制偏差率的 最佳估计是5% 好 我们说 总体偏差率的最佳估计 就是样本偏差率嘛 那么样本偏差率怎么算啊 用样本偏差 除以样本规模 好 样本偏差是3 然后样本规模是60 所以算出了5% 就是样本偏差率 那么样本偏差率 就是总体偏差率的 最佳估计 所以是恰当的 好 第五事项 在上述啊 第四项的基础上 就是样本规模60啊 发现三例 偏差这个基础上 A柱块 确定的 信赖 过度风险 为5% 可容认的偏差率呢 为7% 那由于啊 由于存货 验收控制的 偏差率的 最佳估计啊 不超过 可容认偏差率 那么认定 该项控制 就运行有效 好 你注意啊 这个是统计抽样 对不对 所以呢 去跟可容认偏差率比的 可不是样本偏差率哦 去跟可容认偏差率比的 应该是总体偏差率上限吧 那总体偏差率上限等于什么 等于R除以N R除以N R是什么 风险系数 好 告诉你了 这个风险系数是7.8 然后除以N 用的是上一个事项里面的N 就是60 要么规模是60 那么算出来 总体偏差率上限 应该是13% 那么总体偏差率上限13%是 大于可容认偏差率啊 大于可容认偏差率 7%的 所以呢 什么 这个总体应该是不能接受啊 所以他说认定该控制 应急有效应就错了啊 不恰当 还应当考虑出望风险 就是你不应该直接用样本偏差率 去和可容认偏差率去比 应该考虑出望风险 那么总体偏差率上限 应该为7.8 除以60 是13% 超出了可容认偏差率 所以 内控应该是运行无效 就是内控不能接受 好 那这个就是2009年的考题 那这样 我们1 2 1 09年啊 三年考题 就给大家评讲完毕了 那么这个三年考题 是非常就代表性的 对吧 12年是纯计算套工制的 那么11年呢 是审计抽样 在系列测试中运用 那09年原制度呢 是审计抽样 在控测试中运用啊 好 那么第四题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给大家准备的备考练习题 就是考虑到 货币战源抽样 大家可能还是觉得 掌握的不透彻 特别是那个 算总体错报上限 由事实错报 加基本精准度啊 加这个每一个 对断错报啊 分别成绩保证 系统增量 如果说你觉得 还是掌握的不透彻 那你就结合这道题目 再去消化一下 如果结合这道题目 你还是觉得不懂的话 那就放弃 就算了 好吧 因为公式再加上 这道题目的运用 已经把货币战源抽样 算总体错报上限 已经跟大家说的 已经是足够透彻了啊 好 那么这道题目 注意它只是一个 备考练习 就是真的考试 绝对不会考 这样的题目的 只是为了帮助大家 去消化货币战源抽样 的相关计算啊 只是起到这么一个目的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A注册会计师负责对 甲公司啊 2021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那么在针对 应收账款实施 韩正程序时 相关事项啊 如下 好 然后看这个要求 两个要求 第一是根据资料一和二 来利用公式计算样本规模 那么样本规模 就直接套公式 然后第二是根据资料三四啊 来算 总体 错报 那么就是这个 推断的 总体 错报 那如果说有抽样的话 那么 要算这个 总体错报上显 那么如果说是全查的话 那么还要把那部分 这个错报再加上去啊 好 来我们看到前面的 资料一和资料二啊 资料一资料二算 样本规模套公式 应收账款 从总体账面金额是 168万2000 A 进行含证 那么账户金额在5000和10万之间以及5000以下的应收账款账户200个采用适当的选样方法进行含证 好 那么其实含证的只有多少 含证的只有168万2000去掉一个120万对吧 那真正抽样的其实只有168万2000减去120万也就是48万2000 这个是抽样的总体对不对 这个是抽样的总体对不对 因为182 120万已经全含了就不算在抽样总体里面了啊 好 让第二A注快确定的可接受的物受险为10% 可容忍错报呢为122 预计总体错报是600 好 那你就去套公式呗 就什么难呢 算样本规模 那么样本规模就公式就是总体账面金额除以可容忍错报乘以一个保证系数表 好 好 那么总体账面金额给大家分析过了 一定是168万2000去减去那个120万也就是48万48万2000 然后来除以可容忍错报 那就是12000是吧 这个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保证系数表啊 看保证系数表 那么他给了我们保证系数表 那么保证系数应该是多少 看前面这张保证 算样本规模的保证系数啊 不要搞错啊 那么你看啊 物受险 这道题目啊 告诉我们物受险是10% 对不对啊 就是取 这一列物受险是10% 然后预计总体错报与可容忍错报之比 那么题目中告诉你预计总体错报是600 可容忍错报啊 是12000 所以算出来是500% 也就是0.05 那么一交叉 交出这个保证系数啊 就是2.52 好 然后把这个2.52 2.52带进去 48万2000 除以12000 乘以2.52 算出来啊 我们取证就是 102 102 所以这里的小细节就是那个48万2000 你不要用168万2000就可以 好 那这就是要求一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要求二 算总体错报 那么两部分 货币单元抽样那部分 我们要算出总体错报上限 另外啊 全查的那部分 直接把这个错报啊 给加上去 好 我们来念题啊 针对资料3和资料4 那么资料3 注册会计是利用系统选样 选取样本 然后选样的间隔 视为477 我们货币单元抽样 要用到这个间隔 好 然后第4啊 注册会计是啊 在全部进行含证的项目中啊 发现了5万的错报 那么在选取的样本中啊 发现三个错报 好 你看一下 分别是账面金额15000 账面金额4000 还有啊 账面金额2000的 那么间隔是4700 所以这个是属于大单元 好 审定金额 你看15000的 审定金额12500 那么也就是啊 错报是2500 那么这个不用推吧 大单元啊 这个是要抄下来的 这个事实错报 好 第一个小单元4000 审定金额 是零 所以错报 百分比是100% 那么小单元是要推的 所以推断的错报 应该是间隔 去乘以错报百分之 所以4700乘以百分之百 那么推断的错报啊 那就是4700 好 下面啊 第二个 账面金额2000 审定金额1800 那么错报是200 对不对 那么200 除以2000 那错报百分比 就是10%嘛 然后再用间隔4700 去乘以10% 所以第二个推断错报 是不是就是400千 然后干嘛 算出推断错报之后 把推断错报 降续排列 4700和4700 分别乘以什么 分别乘以保证系数增量 那保证系数增量 是什么概念 你看 第一个错报 本来应该是这个 3.89 对不对 因为10%对应的嘛 本来应该是3.89 对不对 但是我不用 不用保证系数 我用的是保证系数增量 所以用的是 3.89 减2.31 那么第二个 推断错报 降续之后 第二个是 4700 就是本来我保证系数 应该是5.33 但是不用5.33 用5.33 减去3.89 所以你看这个公式里面 你一定要看得懂 好 所以这个公式里面 你看这个4700 乘以1.58 这个1.58 是怎么来的 就是用3.89 减去2.31 这个4700呢 这个4700 就是推断错报 降续排列的 第一个 4700 对不对 所以它4700 乘以的是3.89 减去2.31 是1.58 好 另外 第二个推断错报 是不是400期啊 乘以保证系数增量 那么第二个 推断错报 对应的保证系数 是5.33 然后 还要再减去3.89 所以5.33 减去3.89 1.44 是保证系数增量 理解了 所以这就是 两个小单元 推断错报 分别去乘以 保证系数增量 那么前面 这里又看到个4000 把人搞晕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公式里面的 那个 基本精准度 还记得吗 基本精准度 等于什么 没有 错报时的保证系数 就是这个2.31 然后乘以的是什么 乘以的是间隔 所以这个4700 它是间隔 为什么 这个后面也是4700呢 因为那个第二个 它算推断错报 那个错报百分之 是百分之百 所以4700 这个间隔 乘以百分之百 它还是4700 但是这两个4700 含义不一样 这个4700 它就是指的是间隔 因为是用间隔 乘以 没有错报时的 保证系数 算基本性程度的 而这个4700呢 它是 推断错报 降续排列的 第一个推断错报 理解吗 好 那么这个2500是什么 2500就是前面 我们说的大单元的 实时错报 所以如果你还不理解 你不要再理解了 好吗 总体错报上线 就请大家按这个公式去背 基本精准度加大单元的 实时错报 然后小单元 先算推断错报 然后推断错报 降续排列 分别乘以 保证系数增量 再来一遍啊 你看啊 2500是什么 大单元的实时错报 2.31乘以4700是什么 基本精准度 基本精准度是 怎么算的 再说一遍 没有错报时的 保证系数2.31 乘以间隔 然后再 加上 4700乘以 1.58 这个4700是第一个 推断的错报 是算出来的 用 间隔 乘以错报 百分比 那个百分之一百 算出来4700 因为是降续排列 它排在前面 所以这个1.58 是用 第一个 保证系数 3.89 减去用过的 基本精准度用过的 那个2.31 然后下面一个400期 是 推断出来了 错报的第二个 错报百分比 10% 用4700乘以10% 然后再乘以 保证系数增量 5.33 减去30 这样就是 总理错报上限 那么另外还要加上 那个 全函发生的错报 5万 所以算出来 总理错报 就是 71459.8 清晰了吧 我们货别单纯抽样 这个计算 就讲这么一道题 不是为了考试 是为了让你心里不发毛 是吧 我们至少 总理错报上限 还有算样模规模 现在我们 总会是按照套路 会计算 好 那这就是 我们 高频考点阶段 第二模块 简达题 高频考点的 第一个专题 审计抽样方法 两个高频考点 审计抽样 在控制测试中的运用 审计抽样 在细节测试中的运用 分三个阶段 给大家讲解 那么在 讲解完高频考点之前 我们给大家 看了 三道历年考题 以及一道 备考练习题 好 专题一 审计抽样方法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